英国9月19日为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 英国王室成员、政府官员、神职人员、外国王室成员和政要等出席 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致此哀悼 这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持续大约一小时 葬礼即将结束时,英国全国默哀两分钟 当地时间19日下午,女王灵鹫将运抵伦敦以西的温莎城堡 当天晚些时候,女王将与其已故丈夫菲利普亲王葬在一起 另据英国天空新闻网18日消息,在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前夕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发出感谢信 称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和支持深深触动 并对此表示感谢 美国总统拜登9月19日发表声明称 阿富汗塔利班已经释放了美国工程师马克·弗雷里希斯 作为销唤,美方也同时释放了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部落领袖巴西尔·努尔扎伊 阿富汗塔利班当天宣布释放美国工程师马克·弗雷里希斯 以换取一名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阿富汗部落领袖获释 美国工程师弗雷里希斯2020年1月在阿富汗被抓捕 并被关押了31个月 超强台风南马都9月18日在日本西南部登陆 数百万人接到疏散警告 截至当地时间19日9时 日本九州地区共有29万多户居民停电 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至少69人受伤 受超强台风南马都影响 日本多地出现强风、大雨等恶劣天气 多人被强风吹倒 还有民众因此骨折 此外 多地还出现泥石流、道路进水等灾害 20日预计从日本西部到北部的地区 将普遍受到南马都的影响 据KTLA9月19日的报道 洛杉矶县宣布又有一名青少年 因服用过量药物而去世 14岁的Luna Hinosa的家人说 这位Nogales High School的新生 在一周前因服用过量的芬太尼药物而死亡 在过去8年中 由于芬太尼最常见的形式 从粉末状转变为药片状 芬太尼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此种现象从东海岸迁移到美国西部地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和研究员 丹西卡罗内博士说 假药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被认识到 而且通过一起青少年死亡事件 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这真的很令人遗憾 这些药丸正变得无处不在 它们是多色的 内涵分泰尼 这是一种强大的阿片类药物 比马菲药效强80倍 当一众玩家为了消除类小游戏 羊了个羊的地域排名 疯狂内卷时 游戏带刷服务销售火爆 而外挂道具更是销量飙升 这款通关率不到0.1%的游戏 在爆火一周后 仍有不少玩家止步第二关 游戏外挂这一游戏衍生的灰色产业 便由此悄悄路透 而消费隐患也逐渐暴露 不少玩家因外挂交易而受骗 外挂道具这一游戏衍生产业 更是设计侵权没法问题